近日,某电视剧官方发布一则动态,原来是景田与小六岁男星许卫舟拍吻戏时导演亲自指导的片段。 视频中,导演面对这场吻戏十分激动,他告诉许卫舟要霸气地将女主衣服脱掉,而景田可爱地看向许卫舟似乎在求救。 许卫舟趴在景田身上,景田抱着许卫舟,他们温柔地彼此对视,而此时蹲在地上的灯光师和一旁霸气的导演都表现得很淡然。 此时导演嫌男主太过温柔,他教许卫舟要男人一点,最好霸气地单手脱掉女主衣服。 景田边听导演指导边放声大笑,此时许卫舟亲得很认真,居然还伸了舌头。 听了导演的话后,他单手霸气地脱掉景田的外套,可是紧接着两人变笑场了。 网友们看到这则视频后,都被导演的敬业给逗笑了,还有一些网友要应聘打光师。 景田之前一直没有大火,直到出演了《思腾》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他的旗袍造型更是衬托出了他的卖妙身姿,观众称他为人间富贵花。 希望和许卫舟的这部戏能够再次取得成功,同时祝福景田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诈 Ooh 晚安 一年